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小帮手元姐 马上快过年了,很多家庭都有添置新碗的习惯 但是我们在挑选新碗的时候要注意了 以下三种碗千万不要买 那是为什么呢?赶紧跟视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就是不锈钢碗 很多人觉得这种碗清洗起来方便而且耐摔 但是这种便宜的不锈钢碗成本非常低 如果我们使用了劣质的不锈钢餐具 或者是使用不当使不锈钢材质发生反应 这样就会对我们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使用不锈钢需要注意很多事项 如果长时间放置调味料或者是酸性食物 就会导致不锈钢碗发生反应产生重金属 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千万不要图便宜买到劣质的不锈钢碗 第二塑料碗 现在的塑料碗不仅颜色好看 图案多种多样特别是大人都喜欢给孩子买这种碗 不仅耐摔而且拿起来轻便 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都是一些热的食物 放在这种塑料碗里呢 就会使塑料的材质释放出有毒物质 所以我们在购买碗时不要买这种塑料碗 第三彩色碗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漂亮的彩色碗 这种碗如果长时间使用就会有有害物质渗出 而且还不适合加热放在微波炉 这种碗设计漂亮 但是花围处遇到酸性材料时就会渗出有毒物质 这样就会溶解食物中 所以这种色柚碗不建议大家购买 另外也要知道挑碗的注意事项 平时买这种陶瓷碗就可以 一挑碗的时候要对比一下大小有没有区别 同样的碗大小有区别 那这种劣质碗就不要购买 第二买碗要看碗的底部 要选厚底的碗 手拿碗时可以起到防烫的作用 第三准备两个相同的碗 然后叠在一起进行观察 碗放在上面不平一晃就动 这种碗是在制作时就有瑕疵 所以不要购买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所以这三种碗大家一定不要购买了 想看更多实用有趣的生活妙招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